各位編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豬仔搞到現在差不多11點了 才有時間拍彩蛋片推介 豬仔在下單 找些好貨給大家 所以真的花了很多心力 希望大家的支持 鏡頭前面這一隻就是 SEICO的私人珍藏系列 豬仔的私人珍藏系列 拍了彩蛋片推介 昨晚拍了一隻軍標 今天拍片介紹這隻飛碟 這是一個黑色的飛碟 但很漂亮 其實它有點像鮑魚 但原生一些飛碟學型 當時也很流行UFO的飛碟 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豬仔收藏了一隻Liu Old Stock 豬仔沒那麼大年紀 但我一直收藏一些復古款 如果認識我的標迷 都知道 我是喜歡一些 舊裝一點的手錶 我不是太喜歡 當然有些標迷喜歡 我也會拍片 介紹一些現代感的手錶 但我更加喜歡 就是一些復古類的手錶 包括我手上這隻 舊裝精工的UFO飛碟 你看到很有趣 舊裝的設計 遠玻璃邊的位置 做了一條白色的邊線 很過癮 時分秒針加星期日曆 星期日曆 星期日曆都是同樣的 因為舊裝的關係 我覺得是 也是做了一條銀色的金屬邊線 跨著星期日曆 做了黑底白字 也有一條白色的邊框 和銀色的邊線 跨著它 更加有層次感 也有內影邊框 你看到它做了內影 也增加層次感 更豐富了 黑色的標盤 黑色的標盤 有前輩教過 就是要夠實 這個實黑色的標盤 還有它有一點沙面 我想反光做的 就有一點沙面 好了 時分針加上黑度 應該也有夜光 一起來看看 看夜光之前 我們看這裡寫了些什麼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 我今天介紹這隻 4R36的機芯 有得售上鏈 雖然它夠裝 但是它用了4R的機芯 好了 時分針加上黑度 也有夜光 秒針就沒有做夜光 秒針就沒有做夜光 跨著它 夜光也蠻漂亮的 而且秒針也蠻特別的 由闊到窄 這秒針也蠻特別的 標觀位置 你看到UFO做得很貼 藏了一顆的 順著殼形 藏了一顆標 用了一個黑色的拉絲花紋 一顆飛碟 看上去 你看到玻璃 打側看 它做了凸起的斜邊 玻璃 還有一些球面 的玻璃 整隻標 整隻UFO 真的 好了 錶帶方面 你見到它 配搭了皮帶 皮的錶帶 做了這個 也挺有趣 這些錶帶也很少見 當時吸引到豬仔 另外 做了兩個皮圈仔油環 還有一個黑色的針扣 這個做了拉絲花紋的針扣 這個做了拉絲花紋的針扣 看看錶底 這裡有一點車線位 你看到 UFO SEIKO的UFO 錶底方面 我們看看 做了一個螺旋式鎖的底蓋 寫著了 限量版 這隻是特別版的 標底寫了 寫著了 日本製造 10個巴的防水 4R36的機芯 有一個礦池的標誌 接著是22M的皮帶 好了 反過來給大家看 4R機芯 可以手上鏈 雖然粒滴藏下去 但上鏈很順滑 這麼多年 經歷了 都很順滑 接著 摘起了標關之後 有停秒功能 試試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調到6點多 附近的位置 調的手感很好 很緊緻 半格我們教星期日曆 半格我們向下轉 為日曆 是充足的 按摩聲 教星期 教英文就跳英文 教西班牙文 就跳西班牙文 教中東文 就跳中東文 應該是 大家都看英文多了 按摩聲的手感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日轉了紅色 這隻SEICO UFO 有舊裝的停產款 自动机械机芯 4R36机芯 矿物水晶玻璃标面 100米防水 究竟多少钱呢 猪仔推介 这是停产款 2648 2648 千金难买心头号 猪仔国外有两只 另外一只有蓝色的 我国外有一只黑色的Levo Stock 全新的机械标 有一个UFO的白色边线 很过瘾的手标 如果你都想拥有一只独特的手标 与众不同的 在街上很少见得到的 这只UFO可以是考虑之一 都是那句 由于是猪仔私人珍藏系列 所以都是 只有一只手快右手腕帽 心动的 你立刻行动 2648 千金 2648 有完装核说明书保用证 做一年保用 最后如果有兴趣的标迷 这只标其实很大碗尾 我试试拉远一点的镜头 整个风格又不同了 很有型 也是配合黑扣 猪仔找黑扣 转白线 撞白圈 配合这个风格又不同了 整个风格又不同了 配合了一条非色的皮带 也很软熟 猪仔新了一些皮带 质感的皮带 另外 配合这个 浅一点的啡色 又是不同的 感觉 斯文一点 也是找黑扣给大家 撞回去 这个有快刹 也是百多元 这标带只有八二元 非常之划算 拼上去 这个 斯文一点 撞了一个 浅啡色的皮带 另外 也是 很软熟的皮带 做了磨衫面 好了 反过来给大家看多次 近镜 最后 喜欢的你就尽快找我 2648 希望你喜欢猪仔 这个 SACO的 飞碟 UFO的推介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